挺好 我正好找你 是吗 找个地儿 说说欣欣的事 行 周师傅 那个冯和强找我要说欣欣的事 你过来一趟吧 那你必须要参加 好 就这么定了 一会儿我到了地方我给你打电话 说欣欣的事 让她参与什么呀 第一 她现在是欣欣的继父 是我的丈夫 第二 我不想单独跟你见面 走 首先得谢谢你 也替我爸谢谢你 这段时间这么照顾他 这叫说的什么话呀 那不也是我爸吗 我这条命都是他老人家捡回来的 我做什么不应该呀 其实 其实爸是想让你谢周勇 你还不来 这能不能就别老没完没了都是这人哪 咱俩在一块儿谈点事能不能少提他不提他 不能 是你先说感谢的 那你想想人家为爸做了多少事啊 你还是亲儿子呢 是 他能这么对我爸实属不易 承认就好 你看你看我 我既然都已经承认了 你能不能不这么穷追猛打的呀 有意思吗 我我没有啊 我这不说事实吗 怎么着 您跟这周师傅过得挺姓武是吧 有多幸福啊 住那个小破房子 能一开出租的长那模样 你你至于吗你 我还真至于 周家确实不富裕 但是呢 大家都踏踏实实过日子 我们也吵也闹 可是都摆在桌面上 谁也不藏着掖着 所以不累 你说的没错 周勇就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没钱 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 当然了更不如你帅 但是呢 他是诚心的孝敬老人 诚心的爱孩子 对我 对我那真的救生好了 儿子来了以后 他主动提出来说 让我跟儿子睡 自己弄了一折叠床 搬到客厅 每天晚上就全在那儿 你说那么大个人 每天啊 就窝在出租车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边 那 晚上回来身上要沾沾腿 这很正常吧 可是人家啊 从来就没有埋怨 有时候怨言了 连牢骚都没有 整天都乐乐呵呵地逗着孩子 他还说 要跟咱们儿子成哥们儿呢 那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觉得幸福啊 挺好 新兴的监护权我不再坚持 真的假的 不会再反悔了吧 不会再反悔了吧 你都把他们家说得那么好了 都已经跟欣欣成哥们儿了 我只要孩子不受罪 这你放心 不过你们要做不到 那就另当别论 不可能做不到 好 我不把他们家说了 好 我在马上等你了 慢慢画 之间 主起 这是我 你早来了 我联邦特工 刚刚完成监听任务 你还零零气呢你 真的 媳妇 你刚才说的话太感人了 真是让我无体逃动 谢谢 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你早来了 我才不这么夸你呢 我终于把儿子的监护权交到 真的 赶紧 我好 你 我好 我好 好 不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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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